我想最后就讲一下有关工作表整 我想因为这个部分前面在上个礼拜都有讲到过 所以请各位一样 其实如果把1到3月份 通通都要集中在第一季的话 我先把它删掉 假设里面空的 那我把1、2、3月 实际上做法很简单 就是游标方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贴过去 那这些不是跟刚刚之前都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把之前上个礼拜的程式码贴过来 然后再做修改 那要改哪一些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不外乎游标一定是确定先放在第一季 所以我先确定在第一季 确定在哪里呢 确定在A2 那这个位置特别注意 为什么要放在A2 因为A2是它的起点 如果你忘了放这个地方 它有时候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这一行蛮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说要让它往下 往下起的位置 我们不外乎可以用这一行 要不就是可以用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大范围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为什么在捐款名系不用上面这一行 因为你可能就一笔 一笔的话不适合用这一行 所以如果你将来资料贴上去之后 只有一笔的话 会有一笔的话 你就不能用这一行 你就这一行要把它删掉 所以刚刚我们把这一行删掉 只有用这个offset 那offset由谁来决定 由后面这个 跑几列 有没有 几列的话它不就是从A2一直往下 一笔就移动一个两笔就移动两个 所以会有一个R嘛 那R减2就是上面标题不要 就知道它有几笔 它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有没有 它就一直好像 那个把它堆上去堆上去 一直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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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它就一直跑跑跑 就全部资料就过来了 不管说有几笔啦 反正它就会一直帮你去 完成这些事情 程式没有很多啦 大概就是这几个比较重要的 如果你这些东西呢 可以拿捏得很好的话 以后不管要合并什么资料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些事情函数是绝对办不到的 尤其资料量越大越适合 所以回去的话 一定要赶快找找看 你身边一定有这类似的范例吧 你工作里面不管怎么样 一定有Essia党 Essia党里面一定有那个大量的东西 超过十个以上的 反正你随便找几个 来练功练看看 我跟你讲你多练几个之后 这些东西你已经滚瓜烂熟了 然后以后人家要请你帮忙做事 简单拿来按下全部搞定了 这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叹为观止的 但对你来说应该就简单了 OK所以以后呢 如果要合并大量资料 就非常的简单 好那这第一个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里面的程式嘛 应该大家都看得懂啦 里面没有一行是多的 都是原来的 那把程式按下去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执行 全部都合并了 那清除的话很简单 清除的话就是主要是clear content 给一个range A2一直到 1栏的最下面 1栏的最下面 1栏最下面是从A1去侦测 所以1的最下面一列我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 它会去侦测 然后把它清除掉 这个就清除了 所以呢这个东西都在我云端白板上 第一段 第二段 可是会有个问题 我加上去的 1、2月就是每个月 每个都是1、2、3、4 一直到30 每个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1月 哪个2月 哪个3月 所以这样子资料是不OK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需要做什么 最好是我贴上之后 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帮我把就是那个月跟日的讯息加上去 所以我自信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1月、1日 那这个地方基本上 就是把原来的这个1 前面再加一个 它的工作表名称 后面再加一个日 就一个1月1日 1月2日这样子 那这样至少就是你过来的资料讯息是比较完整的 可是呢 你要怎么知道 你现在工作表的名称 然后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不就你可以把资料串过去 放在上面去就好了 OK 所以关键就是说 如何知道那个现在的工作表名称 特别就是我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知道工作的名称的话 是sheet 瓜糊 里面的 也许你可以e 点name e的话就是第几个 第一个工作表 点name就是它的名称 它回来就是1月 告诉你是 里面是1月 它的name 它的名称 那可是我要怎么把 这个讯息 有没有 加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是加了一个东西 在哪边加 这个是我放在云端白板的第三段程式 上面都一样 最最最关键在这里 贴上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清除一下 我在这边设中段点 这个地方 贴上 我把它贴上了 对不对 贴到第一季 1月哦 接下来呢 贴上之后 接下来 再处理 它前面的这个东西 那这怎么处理 我这边有个call call你想说call call什么呢 处理月份 传给它什么呢 传给它 你现在的 工作表名称 特别是 去指i 因为i现在等于1 那1的话指的是 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name 就是1月 所以它回来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如果大家不知道 你又不要放上去 或者是说 你Ctrl-G 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 比如说你把这个 这个东西 复制一下 Ctrl-G 加个问号 Enter一下 有没有告诉你1月 那也就是说我在底下 写了一个什么 写了一个副程式 其实就是那个 让人家呼叫的 这个东西 那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不干脆写在这里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把这一段程式 写到这里的话 会怎么样 太复杂了 所以尽可能 重复性的东西 你干脆写在外面 在外面处理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传递给什么呢 处理月份 我这边有个 专门处理月份的 Sub 一样方法 插入程序 名称就是什么 处理月份 可是你必须告诉我说 你那个月份 叫什么名称呢 所以特别注意 我这个处理月份 我就call他 然后他就丢给我 一月 OK 处理月份 那我要做什么呢 for i 等于 二到最下面一列 第二列开始 最下面一列 那我怎么处理 我的逻辑上 如果他的那个 LEN LEN什么 就是文字的长度 假A栏里面 这个A栏里面的长度 如果是小于 小于多少 小于三 意思就是说 不是小于三 不是一个字 不然就两个字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帮他改一下 改什么呢 改他的那个名称 哦 这边说 第一 他会从第二列嘛 所以这边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 工作名称 工作表名称 一月 AND 他原来里面的东西 再加上何字 有没有 一月 一字 丢给谁呢 丢给现在 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一 把它盖过去 这个动作是盖过去哦 把原来他里面的东西 再盖回去哦 盖回去 我们来试一下哦 盖过去 有没有发现 1月1号 OK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要判断三呢 因为如果他改完之后就不用再改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如果他自算长度 这个至少是四个字啦 有没有 就不会不会不会再改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往下 往下 OK 你会把他全部跑完 那全部跑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移到2月嘛 再贴上 再传给什么 有没有 贴上之后还没改 对不对 再传给2月 那因为呢 也是从2开始 但是上面都改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他跳过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 这个地方 直到呢 这个地方是 i等于32 的时候 他才会处理 所以处理2月份的 那再来就处理3月份了 OK 全部完成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今天希望把这个1 改成外面这个东西的话 答案就在这里 OK 当然后面还可以衍生很多啦 有没有 好像有同学说 老师这不是标准的日期啊 可不可以改成年月日 当然可以啦 不过后面也太多了 这都是衍生性的 OK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呢 先把那个 这个部分先完成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我们就先把那个 合并工作表 这部分 所以今天基本上 都在讲如何合并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些 靈活应用的话 我相信应该在工作上够用了 再来就是回家一定要打铁趁热 赶快去找 有没有类似的 如果你以后熟了之后啦 以后我想合并工作表 对你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 很快的可以把所有的工作表 合并在一起 那未来也许 我们还可以延似 比如说你有多个工作部啦 比如说你有100个那个 Excel档案 不用不用那么多啦 大概几个工作部 里面的工作表 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有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很快合并 那当然合并之后呢 会有分割 这也是后续的 所以很多 还没想到的 那也许你也可以尝试看看 随便你也可以得到一个 自己的一个答案啦 OK那这些我想对于工作上 都会有很很大的效率提高的注意 OK好今天的话先到这里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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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